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旧约圣经故事 大会在经历了和儿子鸭沙龙的对战之后呢 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 继续做以色列的王 并且为着建造圣殿预备材料 大会因着年纪老迈 也无暇管理国事了 大会有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 他想要接续大会做以色列的王 可是大会曾经说 要让所罗门接续他的王位 亚多尼亚不服气啊 他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呢 而所罗门他后来是如何登上王位的 我们就一块来分享这段故事 大会晚年全心全意地为圣殿预备建筑材料 好在将来荣耀耶和华 虽然上帝因他流了多人的血 不准他建 只准他儿子所罗门建造 大会仍盼望那是世上最伟大华美的圣殿 亚多尼亚我儿啊 你进来去看过你的父王吗 他身体不太好 经常睡在床上 是 妈妈 我知道 虽然爸爸不知道 可是我常去那边 向那个照顾爸爸的少女雅比萨 打听爸爸的健康情况 我懂了 我的帅儿子真有眼光 看上美女了 对 我承认 我借口问爸爸的病情 实际上 我是去看那伺候爸爸的少女雅比萨的 雅多尼亚 你爸爸目前对一些事物都不大过问 这国家需要一位新王 掌理国事才行啊 我想 你该做王 你说 在爸爸死以前吗 怎么不可以啊 我不是建议你去行你哥哥压杀龙行的那事 他要杀父做王 你可以耐心等他的日子结束 我看爸爸会要所罗门王街 我知道 所罗门的妈妈 以为王会叫他儿子接王位 可是所罗门还太年轻啊 你如果能够找些有势力的人士来支持你 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宣布做王了 好主意 我这就开始去进行 首先我最需要的是一辆马车和五十名开路的人 跑在我的马车前面 要叫民众都看得见我 注意我 约牙元帅 我来求你帮我一个大忙 亚多尼亚太子 有话请说 我必乐于去做 你知道 我父王身体欠安 很久没有过问朝政了 我是父王较大的儿子 我应该为他接管朝政 爸爸还是要活到最终一天 但我要替他治国 你了解吧 那八十八的儿子 所罗门啊 你父亲不是要 他还那么年轻 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我就有军队做后盾 我近来同祭司雅比亚他特别友好 我想他会跟随我的 另外那位萨都祭司如何 我就没有把握了 这整个事情 要做就一定要秘密进行 一举成功 对那些尚无把握的人 千万不可让他们知道 也不能让大卫王知道 一旦事成 他就没办法了 我爸爸一向随我义 从不干涉我的 在大卫的知己朋友中 先知拿丹最先得知 亚多尼亚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引罗节 设了盛大言习宣布做王 拿丹知道后 立刻去见八十八 八十八娘娘 你听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 瞒着我主大卫做王了吗 现在我向你建议 如何保全你和所罗门的性命 是 多谢先知指点 请进 八十八娘娘 王今天很好 刚才给他喝过水 我有件重要的事 要跟王谈谈 八十八在大卫王面前下拜 八十八 你要什么 我主啊 你曾指着耶和华你的上帝 向悲女启示说 你儿子所罗门要接许你做王 可是 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 我主我王还不知道 他宰了许多牛羊 跟小肥牛 请了王的众子 跟祭师亚比亚他 元帅约压 唯独没有请王的仆人所罗门 我主我王啊 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 等你宣布 在我主我王之后 谁做你的位 不然 一旦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 我同我儿所罗门 就要被看作叛徒了 对不起 先知拿丹要来见王 叫他进来 巴士巴离开了 拿丹向王证实了巴士巴的话 我 祭司萨都 比拿雅和所罗门 我们四个都没有被邀请去 这事真的出于我主我王吗 王怎么不叫仆人们知道 谁将来接你的位呢 叫巴士巴再进来 我指着救我性命 脱离一切苦难的永生上帝 耶和华启示 我既然指着耶和华 以色列的上帝向你启示说 你儿子所罗门 必接续我做王 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多谢我主 是位 去叫祭司萨都 贤之拿丹和你的队长 比拿雅快快来 是陛下 我叫你们来是有件急事 快带领所有效忠我的军队 送我儿索罗门 骑上我的骡子上去积讯 在那里 在那里 祭司萨都和先知拿丹 高他做以色列王 并吹号角大呼 愿所罗门王万岁 然后跟他回来 坐在我的王位上 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上帝 也这样命定 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 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 使他的国位 比我主我王的更伟大 索罗门王万岁 万岁 万岁 索罗门王万岁 万岁 万岁 亚密亚他 你听 城里吵什么 我不知道 我儿约拿丹在门口 他会知道 进来 你这个忠义的人 必有好消息 不对 我们的主大卫王 真的立索罗门为王了 王差 祭司萨都 先知拿丹 比拿雅等人 跟王的侍卫队 陪着索罗门 骑着王的骡子 同去积训 在那里高他为王 又在全城欢呼中 回王宫 现在索罗门已经在宝座上了 我爸爸大卫王在哪里 他没力气参加典礼 但官员们已经去他床边 恭喜祝贺了 王还在床上屈身下拜 感谢上帝 叫他活着 见继承人登上王位 这一来 亚多尼亚 宴席上的众客人 就惊慌地四散了 报告索罗门王 亚多尼亚害怕我王 已跑进圣墓 抓住祭坛的脚不放 他愿我王起誓 不用刀杀他 他若效忠我 就连一根头发也不知落在地上 他若行恶必要死亡 把他带来 亚多尼亚 我以仁慈代理 回家去了 多谢陛下 大卫的两个儿子 亚多尼亚和索罗门 争夺王位 不同的地方是呢 亚多尼亚 想要靠自己的势力 笼略人心 就连当年 跟随大卫的约亚元帅 也一同跟随了亚多尼亚 而索罗门呢 从头到尾 都没有出场 说任何话 他也没有为着争夺王位 而做出什么样的行动 其实索罗门会继续做王 是出于上帝的拣选 索罗门是大卫和巴士巴所生 他的名字是太平的意思 照大卫所说 有上帝的应许 当年大卫一心想要 为上帝建圣殿 上帝会答应 但告诉大卫说 将来有太平之子 在国家安定时 会完成建圣殿的工程 上帝也曾告诉大卫说 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做太平的人 我必使他安静 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他的名字要叫索罗门 所以索罗门呢 就有太平的意思 索罗门还有另外一个别名 叫做耶底底亚 意思是蒙上帝所爱的 在圣经里面记载 上帝说 你总要立耶和华 你身所拣选的人为王 所以呢 索罗门做王啊 在他兄弟亚多尼亚的眼中看来 是出于上帝的拣选 可是亚多尼亚却不甘心 索罗门做王啊 他不服气 所以呢 他想抢先一步登基 来制造一个已成的事实 逼父亲大卫就范 上帝的作为 哪是人可以拦阻跟改变的呢 因此亚多尼亚政权落败 落荒而逃 索罗门顺利登基为王 之后亚多尼亚的结局会如何呢 希望你继续来收听 天使夜未眠 旧约圣经故事 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 拜拜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随风随盘 我坚定仰望你 你坐着为王 随提我苦求 使我令熟悉 能复活地成立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随风随盘 我坚定仰望你 你坐着为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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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